CANY B1 CANY B1 好啦!各位看一下 這台就是... 川崎B1 這邊是寫永豐喔 好像是他的製造商吧 那現在就先去加油 那加油的路上呢 就來聊一下這台B1吧 今天天氣很好啊 然後就 跟我的偶像 借到這台B1 哇!真的超厲害的 這台B1的順暢度 真的是...沒話說啊 這台車里程9萬多耶 因為我就騎比較遠嘛 所以我都有騎到7、8指啦 B1應該騎個7、8指 還算可以,但轉速有點高 不過這台車因為很久沒騎了 所以...發不太動 然後...電池也是沒什麼電的 然後剛剛... 車主有幫我偷偷充了一下電 所以剛剛...電發還是發得起來的 哇嗚!紅牌的紅牌的 那因為我對B1其實沒有很了解啦 所以我可能...只能... 聊一下這台車 我個人對這台車的心得而已 那我先來講騎車感覺吧 首先呢...是他有四個檔位 一、二、三、四檔 騎起來感覺都差不多 四個檔位其實感覺都蠻接近的 你只要時速40 你就會打到第四檔了 再來是...他是循環檔 跟野狼一樣是循環四檔 然後這個B1 算是跟野狼打對台的一台車啦 就是屬於... 呃...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大家開始有點錢了 需要一台帶部工具 要去工廠上班那一種啊 然後...而推出的車款 簡單來說就是... 簡單、耐操、命迪 那後面才被拿來...載瓦斯呢 這個是另外一段故事啦 是剛剛好他的體質是載瓦斯而已 雖然我沒有騎過很老很老的野狼啦 以後說不定有機會可以試一下很老很老的野狼 但是這台B1騎起來感覺 完全就是比那種... 嗯...比較新的野狼 像是什麼... 呃...兩千年過後的老野狼 或者是一九九幾年的老野狼 還要穩 感覺用料也比較紮實 前面也是...已經是油壓避震器了齁 台灣好像沒有看過擋車用... 呃...TLAD的避震器 不過速克打倒是用很多啦 像是...提絕毫米 那我正在路邊 還是有很多人在騎提絕毫米喔 就是用... 經典的TLAD避震器 那台車的座高很低啊 差不多... 740左右吧 以我的體感 就比小圓豪高一點點而已 然後方向蹲在右邊 超級無敵不習慣的 我已經習慣了方向蹲在左邊了 車主說...混...差不多5%啦 不過我覺得它煙真的有點大 我混4%就好了 來路邊馬上就有車友了 4公升...446 請開始加油...請開始加油... 不過這台車很可惜它沒有油表啦 它已經算是很後期的B1了吧 結果還是沒有油表 我以為它像野狼一樣會有個油燈之類的 它好像完全沒有 它是只有用這個...非用油杯而已 如果非用油杯也是可以用啦 它應該就可以騎很遠了 那時候它的加速感... 其實也是有耶 如果它轉速要拉上去才會有... 往前衝的感覺 而且我剛剛騎的時候不知道是因為太久沒起來 比較笨重還是怎樣 就是... 剛剛騎的時候明顯沒什麼力 然後大概騎了約10公里之後呢 就很有力了 就有力很多了 有沒有看到鏡子裡面的我啊 完全就是一個阿伯 我也是慢慢的接近阿伯的年紀了 那後期台灣Saki就跟那個光陽合作了 在後面好像都是賣重機而已 就沒有在賣這種... 250cc以下的車子啊 算是蠻可惜的 跟那種四行程的商用車比起來 它明顯就比較有力啊 不過大家都說二行程的車 騎起來比較... 輕盈輕巧嘛 可是我覺得B1還蠻重的耶 跟二行程的車比的話 像是什麼追風王牌之類的 可能跟大量的鐵劍有關係吧 它連側蓋啊 油箱什麼都是鐵的 像那個追風王牌 大部分都塑膠殼的 土除也都塑膠殼的 它全部都是鐵的 很重啊 這台車友全部消失 正結晴角靠檢� Relationship magazine 柵油桃子 非常作動 將車 vai 不用回結束 常 pedir 好,那我覺得我還是來稍微講一下騎乘體驗好了啦 首先呢,先從動力吧 動力自從我換完火星災之後呢 很兇,超級兇,兇到很可怕 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像,長這樣的車 吹到80基本上沒問題啦 90可能也沒問題啦 但是別人的車不要騎太快 剛剛他是古煞,其實 煞車力道沒有像什麼野狼KTR皇牌這麼好 但我覺得跟追風有得比,追風的煞車真的好弱 你說他煞不下來嘛,其實也沒有耶 我覺得他比老野狼煞車還要強 而且不管是大古煞老野狼還是小古煞老野狼 我覺得他的煞車都比這兩種野狼還要強 那動力也比較強 雖然我之前看過有人說什麼 這種車其實用力吹啊,吹一段時間都很有機會會鎖鋼 那我跟他吹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極限還蠻高的 所以正常速限騎應該是不太會鎖鋼 順順的騎還是可以啦 也不會有什麼不適感 那我也不知道這台車有沒有平衡走 不過他沒什麼震動啊 我都沒有聲音照相 那我這台車會不會超過整體 應該是不會啦,我覺得這台車比追風小聲蠻多的 再來呢是這台車的剛性明顯就超級好 而且有點好過頭 所以他騎起來有點硬邦邦的感覺 不過因為他的坐墊很厚啦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 避震器呢,前避震器就軟軟的 一般一般的 不過比野狼的硬一點喔 那後避震器呢 超級硬,硬到爆炸 輪胎呢是16吋的輪胎 沒記錯的話啦 還是說B1有各種版本 感覺不出16吋跟17吋的差別 可能是因為我也沒有用力騎吧 我現在在爬這個上坡 我發現他有點爬不上去 沒有,騎太慢了吧 我現在是用三檔啊 這台有四個檔位 三檔時速40慢慢爬還蠻輕鬆的 如果要切到四檔的話呢 可能要超過50會比較好騎啊 對,四檔要超過50才爬得上去 難怪B1在山上沒有野狼那麼常見 野狼可以用比較輕鬆的轉速爬這種坡啊 只是說野狼比較有力 有時他可以用比較輕鬆而已 如果你真的要帶很重爬這個坡的話 B1應該還是很強 B1應該還是比野狼強 好的,那這次的B1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大家喜歡在B1的話 就幫我點個讚 那我之後可能也可以 多做一些跟B1相關的影片啊 我其實做這個還蠻 還蠻勞心勞力的 所以什麼時候能做出來 真的不一定啊 因為畢竟我現在也是很忙了 看我最近更新的很慢就知道 那因為我現在想做 否系遊虎伯嘛 那就再見囉 你會叫發的 好奇畢 耶 能輸過 消化 好奇妙 nuts 這次那次的